随着养殖鱼业改变 花莲县水产培育所供应的鱼苗功能调整之后 目前水培所除了供应淡水养殖鱼苗 也肩负了花莲县鱼类富裕等种责大任 以及配合推动花莲县休闲鱼业发展 则以配售鱼苗等方式分享推广鱼苗饲养技术 今年配售的鱼苗种类分为食用鱼 以及观赏鱼为主 以鱼种不同配售的鱼苗以1至12公分不等 售价则在2至15元不等 配售鱼苗不以盈利为目的 主要以推广观赏产业与实验美化环境 及推动生态教育为目的 配售对象是花莲县名或养殖业者 团体机关都可以申请配售 具备水产养殖登记证者得优先配售 水产培育所于本年度3月1号到3月31号 会办理鱼苗配售的申请作业 那本次申请作业的鱼种 包含了观赏鱼种及食用鱼种两个品种 那请有兴趣的县名可治所辖的 乡镇公所办理申请作业 那本所会在3月31号 申请作业结束之后 会会整公所所有的资料 然后办理繁殖的作业 那希望在7月中 7月中左右 可以培育出健康良好的鱼苗 来加汇所有的县名 使用鱼种每户每公顷养殖区最高 以配售1000为危险 观赏鱼种每户凭养殖区最高 以配售100为危险 水培所负责控管配售的数量 以及饲养环境的面积等等 配售时间是当地年度的鱼苗育苗时间为主 记得您解释方向采访报道